日本行程 這次帶大家去玩的日本行程很特別 它有很美的自然風景 也有著名的打卡熱點 而最特別的是 居然可以跟非洲動物近距離接觸 大家猜不猜到在哪裡呢? 答案就是日本的九州 如果你是鐵道迷 就一定不能錯過這個九州鐵道紀念館 館裡除了有展示鐵路歷史資訊 巨大鐵道模型等等之外 室外還展示了九州歷代退役的八格列車 其中一格製造於1922年 還是北九州最後一格蒸氣火車 還快點來打卡拍照 九州的別府溫泉湧泉量是日本之貫 一千多年前噴發形成的溫泉噴口 蒸氣熱泥漿令人無法靠近 所以被稱之為地獄 行程特別安排前往參觀衛藍色的海地獄 以及被染成鮮紅色的血池地獄 煙霧瀰漫增添一份神秘感 去日本看非洲動物? 你沒聽錯? 我們會帶你去九州自然動物公園 它是日本最大型的放養式野生動物園 設有模仿非洲草原環境而建的 非洲Safari探險區 我們還會重本安排坐獨特動物造型的新民巴士 近距離觀賞不同野生動物 還可以用長鉗親自餵置他們 適合一家大小 小朋友近距離見到大象、長頸鹿、斑馬 一定會很開心 九松夢釣橋是日本最高的行人通用專用橋 走到橋深可以遠望日本八大明報之一的震動之龍 由於橋兩邊都是流空的設計 所以在過橋的時候 能夠同時欣賞腳下的九醉溪 感受既驚險又壯觀的迷人景色 想看自然風景? 九州一樣有 草千里位於阿蘇九重國立公園裏面 這邊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美景 春夏綠陰片野 秋天是黃澄澄的草原美景 冬天則是被冰雪覆蓋的白色世界 馬匹猶然自得在草原上散步 美得像一幅畫一樣 樓村是一個著名的水鄉小鎮 一條條河水穿插在市區裏面 令人有一種回到古時的感覺 我們行程會重伴安排泛洲遊船 巡遊當年的護城河 吹著迎面而來的風 看著古老的街道和兩岸的樓樹 享受詩情畫意的遊船之旅 來到日本 怎可以不逛Outlet 我們會帶你去位於佐賀苑的 鳥妻Premium Outlet 它是九州最多店舖進駐的Outlet 由歐美名牌 去到日系潮牌都找得到 適合喜歡購物的你 行程還特意安排一日自由活動 讓你在跟團之餘 亦都可以有自由時間 由專業導遊推介購物熱點 例如福岡La La Port購物城 Canal City 運河購物城 又或者夜晚逛逛中洲屋台街 感受一下日本的夜市路邊攤氣氛 總之各有各精彩 來日本當然不少得浸溫泉 玩完一日行程 浸溫泉便最放鬆 我們會安排入住2萬溫泉酒店 享受傳統日式的露天風呂之餘 還包在酒店一泊兩食 享用晚餐和早餐 這樣才叫最高享受 而其餘3萬的酒店 都會安排入住一些近年新開業 或者重新裝修的酒店 例如Quantessa、福岡的兩間酒店 分別是2019和2021年才開業 而小倉Riga Royal酒店 就是2019年重新裝修 保證住得舒適 除了在溫泉酒店享用豐富早餐和晚餐之外 最特色莫過於在行程中安排的河豚料理 河豚是日本的高級食材 只有持有牌照的廚師才能處理河豚 另外還有和風燒烤和香肚料理 保證大家一定食到津津有味 榮安旅遊日本九州團 除了有專業導遊帶領之外 如果團隊人數有25人以上 還會安排專業領隊一起出發 由兩位工作人員帶著你們去玩 服務肯定更好更細緻 這個九州玩樂溫泉六天之旅等著你們 快點上永安旅遊網站報名吧